据柬埔寨金边邮报网站禁止报道 商业人士和经济学家称 柬埔寨与中国签署双边自由贸易协定后 在柬埔寨投资 或表示有兴趣投资的中国投资者数量 一直在稳步攀升 报道称4月24日 柬埔寨总商会副会长林恒在接受采访时说 柬埔寨两国关系的不断提升 吸引中国投资者和游客对柬埔寨的关注 并促使许多人前往柬埔寨 林恒说 来柬埔寨做生意的中国公司数量已经稳步攀升 并且几乎涉及每个领域 他指出 当地私营部门已经在中国主要城市开设商业中心 以吸引投资者进入柬埔寨市场 并强调基础设施建设 农产品加工和农用工业 矿产资源以及电器和电子元件制造等 是中国投资者关注的主要领域 他说 许多中国公司开始在新冠疫情后 寻找柬埔寨农产品加工业的投资机会 他还乐观地表示 近期广西代表团的访问 将令中国商人更加了解柬埔寨的投资潜力 报道称 柬埔寨首相洪森于2月9日至11日 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 访问期间 中检领导人就从政治 产能 农业 能源 安全 人文 六大领域入手 着力打造中简钻石六边合作架构达成共识 柬埔寨皇家科学院专家洪瓦娜表示 两国之间的良好合作为柬埔寨经济注入了光明 而柬埔寨经济得到了中国在重要生产原料供应领域的支撑 他说柬埔寨有利的政治条件 投资法律 以及地理位置 靠近中国 已经吸引大量中国投资者的兴趣 瓦洪娜说 中国投资者是柬埔寨经济发展的重要贡献者 并预测在可预见的未来 这一数字将成上升趋势 据柬埔寨央行的数据显示 从1994年至2021年 柬埔寨获得的外国直接投资约为410亿美元 大中华区包括中国内地 香港 澳门和台湾 占据了最大的比例 为180亿美元 也就是43.9% 据柬埔寨海关与消费税总署的统计数据显示 中国在2022年再次成为 柬埔寨最大的商品贸易伙伴 全年贸易额达到创纪录的116.86亿美元 比2021年增长4.4% 占柬埔寨当年国际商品贸易总额 524.25亿美元的22.29% 4.8% 4.6% 5.3% 5.5% 6.1%